各位图书馆族人,各位老师,早上好 欢迎来到的昆明市图书馆 那今天呢,我将由我来跟大家介绍 由我们上海阿法比公司开发的第三代 资助性图书馆设备 那这款设备呢,是今年2011年我们正式推出的 目前呢,正在昆明市图书馆使用 目前呢,在昆明市图书馆里部署了五台 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 那这款设备呢,我们称之为第三代 无人资助的这样一款图书馆 这个设备呢,可以摆在室内、室外 像包括像地铁、交通站也都可以进行使用 这代设备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首先呢,它就是图书的浏览非常的直观 同时呢,它的操作呢,非常的便捷 人性化的这个角度做得非常的好 因此呢,下面呢,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这个设备操作的一些特点 好,各位老师,各位图书馆族人 大家一起进来看一下 首先呢,这款设备呢,有两个部分组成 那,右边的这一块呢,是主要的操作品 完成的就是读者卡的识别 借跟还 那在左侧呢,这边呢,就是摆了400本图书 在400本图书呢,读者呢,可以自由地进行选择 那这个设备有很大的特点 就是说,您插入卡以后呢,你可以同时借取 借还多本图书 这个呢,是目前国内最快捷的一种 图书自助借还的一种设备 好,下面我来演示一下一个借书的过程 首先的读者,要使用一张A5D的读者证 插入到设备之中 系统正在识别 好,这个您输入密码 好,这个您可以选择借还书 那选择完借还书以后呢 其实这个系统会提示您打开左边的 这一部分的一个门 那这个我现在在这边呢,选择借书 那这个很简单,你再把门打开 这时候呢,我自由地进行选择 读者呢,可以在这边进行简单的越南 选择你喜欢读书 这时候假设我拿到这一本书 叫《鱼虾献宝》 那好,大家可以看 在右台这个设备上呢,马上就显示出来了 然后,所以这个非常的快捷 如果这个读者呢,我可以进行简单的翻阅 可以进行简单的翻阅 如果发现这本书呢,不是我想要的 我从事的,我可以再放回一架 那这个放假的过程,你可以放其他价位 或者任意的价位都可以的 好,系统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系统这一块 那这个时候呢,系统的显示就消失了 好,那如果我真正的 就是通过我自己的简单的越南以后呢 我找到我需要读书的话呢 您这时候呢,就可以把图,从架上拿下来 这时候呢,设备上呢 你可以选择多本读书 那我现在自由地挑选 我这次呢,选择 三本 这是三本读书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系统的右侧 那好,这个时候呢 系统的书,系统的马上显示了 我选择的三本图书 那这时候读者需要做什么呢 这时候你只需要点击确认 好,这时候系统我提醒你把门关上 那关上门以后呢 点击一个确认的过程 那这个时候借书就已经成功了 这时候我选择打印 那打印评条 那整个操作过程呢,就完成了 那同样的 如果我读者呢,想还这本书 那就更加方便了 同样我是点击 借还书这个按钮 好,那我这时候呢 把书 把书门打 那个设备的门打开 那我可以找任意几个位置把书放回去 我再找到相应的空格 归还我已经借过的图书 那同样的 如果我觉得这边的满的话呢 我可以在同时呢 开这边的门 好,借还完以后呢 同样我把门关闭 系统呢 这时候就马上会立即显示说 我所归还的三本图书 同样的我点击 确认按钮 好,我同样的可以打印 我所还的书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还书工作完成以后呢 我可以退出我的卡 好,至此为止呢 我们刚才跟各位图书馆的同仁和老师呢 就演示了我们整个 利用我们现在第三代的 微型图书板这个设备 介绍了一个借还书的这样一个过程 因此呢,这个设备目前可以堪称 就是国内最先进 操作最方便 人性化角度设计最好的一款 可以利用在街头或者地铁站点的室内的 也是各种复杂环境的这样一个街头的制度 好,谢谢各位